红星新闻报道 312人感叹号 警方捣毁大型 卖人团伙 最小14岁 甚至还有情侣 今日在浙江省公安厅 绍兴市治安支队的统一指挥下 绍兴 撑着我 我念什么 看一下 这个怎么读 慎州 慎州 慎州警方 捣毁了一个利用网络平台 介绍卖淫的跨省组织 卖淫的团伙 共抓获涉案人员312人 查证 涉案非法获利 1200万余元 去年11月 绍兴慎州 警方通过网络 寻查发现 有人利用默默 连信 等 即时通信 软件发布 招票信息 在进一步调查中 在进一步调查中警方发现 这些在网络发布招票信息的人 用的都是虚拟的名字和身份 经过数月 终于梳理出他们脉络了 慎州市公安局食药环 脂 大队 大队长 我第一次还听说有这样一个大队 食 药 环 脂 食品 医药 环境 知识 还是公知 这知识指什么 陈建 大队长陈建说 他们是从2022年开始 从东阳逐渐向周边县市发展 形成一个介绍卖人上门服务的团伙 后来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 人数是越来越多 形成了一个卖人的产业链 这个团伙由贵州星人县级人员组成 各自报团层组 实行一个组织带一两名失足女性的模式 运送女性到杭州 绍兴 金华等六个地区 二十个县市 上门卖人服务 隐蔽性强 流动性大 设计嫖客 人员众多 他们的落脚点呢 在浙江东阳市 但卖人的地方涉及到啊 绍兴 杭州 金华 台州 绿水 除州啊 还是念菊啊 这个 哎呀 我这些个字啊 我浙江我还是挺熟悉的 反正是弄一遍 旺一遍 渠 渠州 记不住 啊 卖人的价格是三到四百 在我们这边啊 可以达到五百到八百 根据这个地方的经济状况不一样吧 单一个流窜到我们 盛州来进行上门服务的这个团伙就有五十多人 在经过长期调查啊 收取证据后去年十一月份到今年三月份啊 开始收网警方派出十八个行动小组二百余名抓捕警力 进行了三拨的统一收网行动啊 关收网的弄三拨 抓捕的时间呢 选择早上八九点 因为这段时间呢 都还在睡觉 各地呢 是同时收网 又怕他们相互联系 穿穿心啊 三次抓捕 共采取强势措施 五十五人 卖人女四十一人 未成年女性七人 抓获嫖客 二百一十六人 现场扣押 涉案的车辆十一辆 手机也一百步 哎呦 涉案进入一千二百万余元 这些个同乡 通过聊手 车手 失足女性 实施跨区域活动 形成一个个小团队 团队内分工明细 各似其职 聊手通过网络聊天软件 招揽客人 车手是每晚 接送失足女性 到各地 还有负责保护 负责望风 也有些人是多个 职能是 坚固 慎州市公安局 食药环支大队民警 尹原封 说 通过小众远件 谈价钱 会被封号 他们在微信上 谈好价钱之后 聊手会带着 这个失足女性 上门服务 选择车里 租出租房 酒店 这些团伙之间是相互合作 相互介绍 共同牟利 形成了固定组织 这些个配套的人呢 是拿一半 飞一半走 失足女性呢 拿一半 这起案件 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失足女性 低龄化 41名失足女性中 有7名 是未成年 最小只有14周岁 还有不少组织人员 是带着自己的女朋友 参与 好多都是这个 合作关系 甚至是情侣关系 这下面呢 有这个和犯罪嫌疑人的对话 你们什么关系 他什么关系 这些个对话吧 前几天呢 有一个律师 他说了一个事 他公开发布了这个事 什么事呢 就是他在会见 他的这个 服务对象的时候 听到旁边的人有对话 他把那个对话呢 做了一个节目 给口述出来 我呢 就是把他这个事呢 一带而过 我并没有描述 他这个事 我就在这里面讲了一些 我认为的 这里面产生了一些个 关于这个一些个问题吧 那个律师就 到处联系我 要把这个 我说的那个内容要删除 我给他全部都删除了 他说他碰到大麻烦了 他讲的那个事里面就是 抓个一个案件 一个 一个拘留所 撞不下一个案件 一个 涉黄案件 一个拘留所 撞不下 看来他说的是个瞎话了 要不他机子要删 我也没亲他全 我也没有讲这个 具体的内容 是吧 我也没转发他的视频 什么的 但我也没有跟他讲 这些个 是吧 他觉得碰到难处了 就删掉吧 删掉就删掉 一个年轻女孩子 律师 这个并非是个人性的问题了 当然 他是有人性的问题 人性的问题 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们看这个地区 就是贵州 有这个地区差 随调啊 啊